阳春三月,浦阳湖上碧波荡漾,春光和煦,湖中的草舟上绿草盈盈,生机盎然,十数只麋鹿悠闲得在湖中的湿地漫步。 今年55岁的杨启波在浦阳湖区做了20多年的野保工作,以前的主要工作是巡护浦阳湖的跃动候鸟。 自去年4月起,随着浦阳湖区47只麋鹿首次被方规自然,杨启波又多了一项新任务,观测记录麋鹿在浦阳湖的生存状况。 看到摄影爱好者拍摄的麋鹿照片,了解到麋鹿可能出现的位置,他就联系麋鹿巡护员李昌氏,一起前往麋鹿可能出现的草舟,寻找他们的踪迹。 主要是看看这个有没有人搞这个野生动物嘛,主要是我们每次都是开船过去,大概走过去四个钟头。 来回,四个钟头,到墙山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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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这一块地是比较高。 然后就是枯水季节它也有一大块面积的,也有那个小红面。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草粥,这个草,苔草长得比较好,就是我们平时那个麋鹿现在,在波安湖主要的食物就是苔草。 杨启波告诉记者,去年四月份的47只麋鹿也放到鄱阳湖后,经过一年时间,现在这些麋鹿分为四个种群,共55只,新生了8只小鹿。 这些鹿群食物充足,已经有相对固定的栖息地。 在鹿群可能出现的区域巡护是野保员们日常的主要工作,但鄱阳湖烟波浩秒,麋鹿行踪不定。 一旦发现有麋鹿的消息,杨启波和战里的同事就要马不停蹄地赶过去。 现在看到这些麋鹿,有的还原了,有的,这个时候正是麋鹿长成的那些鹿羊的时候,鹿羊的长起来。 麋鹿喜欢成群,它会击中在一块。 然后,一个麋鹿总圈里面,它有一个头鹿,也是叫头鹿王王的。 一般这个麋鹿在这一块,吸血的还是比较稳定的,在这一块。 杨启波和同事在现场对麋鹿进行观测记录,看到麋鹿群在鄱阳湖生活的悠闲自在,心里才会觉得踏实。 这个麋鹿在波和战湖,这个群里在波和战湖,吸血的情况非常好,繁殖情况也非常好。 做我们高野生动物的,平时看着这个姓麋鹿总在这里也是,心里非常,就是有一种那个嘛,自豪感。 这个麋鹿总圈已经回来,一路就回到波和战湖了,回家了。 麋鹿俗称四不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。 古时,麋鹿生活在长江中下游沼泽地带,以水草为食,湿地就是它们的家。 有史料记载,鄱阳湖一带曾有麋鹿生存繁衍,后来数量日益减少,直至消失。 记者了解到,2013年开始,江西省开始实施麋鹿回家计划, 浦阳湖湿地公园从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开始陆续引进麋鹿, 在中国最大淡水湖浦阳湖进行适宜性生长实验。 这些麋鹿生活在浦阳湖湿地公园的麋鹿院,处于半散养和半圈养状态。 2018年4月3日,47头麋鹿走出麋鹿院,方归野外。 浦阳湖区消失已久的麋鹿才再次重新出现。 浦阳湖区消失已久的麋鹿. 浦阳湖区消失已久的麋鹿角